您的咖啡 被吓到了 其实你之前说得对 在不为爱的婚姻 和渐行渐远的丈夫当中消耗 结果无非是浪费时间 所以 我不打算再继续浪费下去了 那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想离婚 但前提是 我必须要拿到孩子的抚养权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一个和社会脱节了这么久 经济不独立的家庭主妇 想要挣托孩子的抚养权 根本没有胜算 更何况 魏明已经留了后手 这些年陆陆续续地 转移婚后财产 即便我拿到孩子的抚养权 我也没有办法 维持孩子现有的生活水平 钱 我之前可以不计较 但现在为了孩子 我必须要计较 那你的意思是 我希望你可以和我一起 从魏明手里 拿回本来都属于我的财产 帮我拿到离婚的主动权 你凭什么会以为我会跟你一起 咱们可以互惠互利 我拿到的每一分钱 都有你的一份 你到底想没想清楚 我们两个的关系 我的目的 是要让你出去 即便是我出去 你也入不了局 你不觉得你的离间计 非常地荒谬吗 还有一点 你带的手链 背的包 都是二手的 以我对魏明的了解 他最爱面子了 摆在明面上的东西 还不至于买旧的 关你什么事啊 江西 你缺钱 你别介意啊 我针对的人是魏明 不是你 我已经不爱魏明了 所以我们之间不存在敌对关系 不要把彼此推到对立面上 最重要的是 你正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 验证一下 魏明到底对你是不是真心的 我的这个提议 你可以慢慢考虑 不用着急给我恢复 我还要去接孩子 下次再聊过 你就不怕我把今天 谈话的内容 告诉魏明吗 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我也不可能来找你 咱们三个的关系 总结起来很简单 魏明劈腿搞婚爱情 你插足祸坏我的婚姻 而我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受害者 你不觉得你的离间计非常的荒谬吗 你不觉得你的离间计非常的荒谬吗 你到底想没想清楚 我们两个的关系 我的目的 是要让你出局 即便是我出局 你也入不了局 上班时间 这边汇报明天会上游泳 知道了 你不认识 魏总 我只有两份文件要找您签个字 一会儿拿我帮我手 好 真要是撕破脸的话 你跟魏明 于情于理都讨不到便宜 更何况 你对魏明的感情 也没那么自信呢 真要是出了事 他未必会站在你这边 我跟你说 你让我帮我帮你了 但我帮你把我帮你上去的 是吗 给大家看 你给我帮个人的 什么的还都挺方便的 但他肯定没跟你说啊 在这个小区的西南方向 就是这里 要盖一个大型的 传染病医院 传染病医院 对 而且这个传染病医院 还紧挨着你们 这个别墅区的小区 你看 虽说爸妈 你们不是什么多事的人 但是你想啊 你每天在这个医院 门口走来走去的 岁数大了 确实是有点不安全的 林霜 你说得对啊 我们不想看到那些病人 吓得我被他们吓死了 林霜 你这个消息从哪儿来的 可靠吧 可靠啊 这是网上刚刚发布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小区啊 突然多了很多 急于出手的低价房员 那这个房子我们不能要了 谁敢去住啊 那明明肯定是被人家骗了 完蛋了 钱都付掉了 是啊 怎么办啊 我今天给魏明打电话了 他那个朋友啊 确实是没跟他说 要盖传染病医院的事情 所以呢 我会以合同旅行瑕疵为由 跟开发商申请退房的 好啊 好啊 退了好 退了好 好啊 还好林霜发现得及时啊 要不然我们成年大头了 还不 headset 买了一瓶好酒 一会儿见 今天太累了 没心情 我没带伞 看出来了 我今天要去方舟面试 我能蹭一下你的伞吗 我这个妆花了两个小时 我要是零花了 我今天就面不上了 面试靠的是实力啊 你不知道 我这个人学历不突出 也没什么工作经验 但是我是有优势的 我最大的优势 就是我这张脸 这就是我面试 最大的资本 你还挺自信的 我们小地方的人 自身条件不好 所以啊 我抓着那么一点点机会 我就要努力 在大城市站稳脚跟 来 散打着 送你了 谢谢啊 我这张脸 我这张脸 我真的想要去 就那么多了 我这张脸 我这张脸 我还愿意 我这张脸 你帮我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